明天就要过户交房了 今天去验收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房子还存在问题 该怎么办 我今天就来用我自己的三个亲身经历 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大家好 我是奥兰多房地产经纪人许丽 大概两年前 我带领买家在奥兰多地区买一个二手房 我在买家当时是有贷款的 我们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检验的时候 发现的问题 卖家也都基本上修完了 只有微波炉一向 当时卖家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情 他们可以自己搞定 我们也觉得合情合理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等到交房前一天 我们去再次验收房子的时候 却发现微波炉并没有像 双方协议好的那样子修好 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卖家经纪人 卖家经纪人联系了卖家才发现 原来卖家因为搬家比较忙 当时就没有来得及把这个事情做完 所以他们就想请我们给他宽容一下 因为问题比较小 希望我们明天还是按时过户 等到过户了之后呢 然后再由卖家回来再做这个维修 说实话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小 微波炉即使是完全换新 也只是几百美金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 如果我们明天就过户了 过户了之后呢 还是联系不到卖家 或者他还是忙 我的买家就很尴尬 所以我们当时想了想 就跟卖家经纪人直接商量 说我们明天是可以按时去过户的 但是双方应该起草一个合同修订 里面说清楚了 那么过户公司在过户完之后 暂时扣款 一直等到卖家被把微波炉修好了之后 再把款汇给卖家 卖家经纪人听完了这个之后呢 就直接打电话去给卖家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收到了卖家发过来的 微波炉修好的照片 所以大家一旦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是因为贷款或者其他的原因 没有办法继续延迟过户 可以考虑起草一个协议 然后协议上说清楚 请过户公司暂时扣款 等到卖家把该做的维修 维修完了之后 再放款给卖家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修订里面要说清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可以放款给卖家 并且强调一点就是 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维修还是没有做 这个款应该怎么样处理 这主要是避免日后 因为维修在产生纠纷而不断扯皮 想给大家讲的第二个例子呢 发生在我刚刚拿到经纪人执照不久 大概七八年前 我当时是带领买家 我的买家刚刚移民到美国 他是在奥兰多给自己买一套自己常住的房子 那么我们看了不少二手房 后来选定一套 买家非常喜欢 这个房子我们去看了三四次 也跟卖家建了三四次 双方都聊得非常融洽 一直等到过后的前一天 我们去宴房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洗衣机和烘干机不见了 刚好当时卖家和卖家经纪人也在 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 卖家就一口咬定说 洗衣机和烘干机是不卖的 还好我当时身上带了合同的一个复印件 那么上面就写清楚 不但这两件是包含的 而且卖家也签过字了 卖家呢却说 当时我们在看房的时候 他就跟我的客户沟通过 说这两件是不包含的 我的客户刚刚到美国不久 英文也不是很好 确实也不知道 是不是当时沟通不清楚 产生了误解 就越讲越激动 声音也越来越大 不停地责备自己的经纪人 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起草合同 我一看到这种情况 就先让我的客户上车等我 然后把卖家经纪人拉到一边 去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因为我们是在里的 卖家经纪人也了解 所以他最后就只能 和和气气一遍一遍地 跟卖家强调 说在房地产交易里面呢 只有书面的合同才有法律效应 这个是 到底是因为卖家的问题 还是说 他们的经纪人 起草合同的时候产生的错误 而卖家看也没看就签字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当天下午 卖家就把洗衣机和烘干机送回来了 这样的事情还不止我一个人遇到 我的一个经纪人朋友也是 在交房的时候发现 厨房里面的不锈钢 智能电冰箱 被换成了一台黑色的老冰箱 当时他们还好 在检验的时候有照片留底 所以卖家又最后乖乖地 把这个高端的冰箱给换回来了 一个好的检验员一般在检验的时候都会对房间里面的所有电器做详细的清单和照片 至于检验的时候都一些什么详细的内容 我这里就不雷数了 大家可以参见我们以前上一期的视频 我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房里的所有电器都应该保留型号和序列号的照片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 千万不要跟卖家直接冲突 要请双方的经纪人来协商解决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我手下经纪人遇到的问题 他也是代理买家 他们在检验房子的时候卖家还没有搬走 但是已经开始打包了 所以车户里面就有非常多的箱子 然后等到我们在过户头一天再去验收的时候 就发现车户里面的热水器管道明显是被修货的 而且一看就不是专业的水管工修的 大家可能会问这么严重的问题 检验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 如果你仔细的看检验报告的话 你都会发现检验员会把自己因为有障碍 没有办法检验的东西全部都罗列出来 因为这个情况下当时卖家在车户里面堆了非常多的箱子 检验员根本没有办法走到热水器跟前去看 所以他就没有检验 那么还好有经验的买家经纪人在出合同之前都会问卖家 要一个Seller Disclosure 在这个清单里面卖家必须如实地披露所有跟房产相关的他知道的一些问题和维修 如果卖家没有如实地披露的话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所以像我们这个情况也就非常好解决 当时卖家就只好自己花钱去请水管工 后来把这个管道重新维修好了之后我们才过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Seller Disclosure 并且如果你在验房的时候卖家还没有搬走 等到卖家一搬走 就请自己的经纪人再安排去看一下房子 不要等到过户前一天 早发现问题早解决 那么最后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吧 第一点在签合同之前要记得问卖家要Seller Disclosure 那么第二点在解验房子的时候呢 要把房子里面所有的电器的序列号和型号都拍一下照片 第三点如果出现了问题 没有办法延迟过户的话 可以出一个合同修订 请过户公司暂时扣住过户款 等到维修完成了之后再放款给卖家 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问题要保持冷静 不要和卖家直接冲突 请双方经纪人协商处理问题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 开开心心地拿到自己心爱的房子 记得关注我们 并且在留言栏分享你的买房经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一聊 怎么选管理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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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